Hello 大家好 五月二十八号 现在是晚上九点多 刚刚想起了一个事 也算是刚刚求证完的一件事吧 着急 等不到明天了 先跟大伙说 就是前几天咱们不聊过 以后的核酸检测 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或者叫全员核酸 不再由这个医保来支付了 那个时候老王做过一个预测 因为有朋友在说嘛 这个是不是以后核酸就没了 这个没钱就不做了 这个是真的 方向也对 但是呢 按照我对大国的理解 不一定会停 反而呢 会收费 对吧 会向老百姓收费 这项生意还得继续做下去 因为现在什么15分钟检测圈 对吧 然后这个你没有黄码 不是 没有绿码什么的 又不能出门 只要把这些硬性的规定给你加上 让你没有核酸证明就寸步难行 那么收你钱你不也得忍着嘛 然后紧接着这个疾控中心 中国疾控中心发的两个通知 就是关于价格的事 一个呢 是说这个单人的 单人的核酸检测是18到16块钱 这个区间 另外一个是刚刚看到的 是关于混减 就是多人混减的啊 5块钱一个人 还有3块多的一个人啊 这个 各地的价格不一样 那么这两件事啊 全家在一起 可以确认的是 有钱的地方 就是你们那个城市啊 比较富裕的地方啊 你们很幸运啊 你们的核酸还会继续下去 然后也暂时啊 不会收费 暂时不会收费 这笔钱应该还是从这个抗疫基金啊 或者这个政府的财政里边来支付 那么另外的那些 比较二三线城市吧 基本上就要享受这个自费核酸的待遇了 我大概确认了一下啊 他都不是全域的啊 是几个区才开始 还有一些县城才开始发这个通知 要求呢 5块啊 还有3块的 反正你现在通知你去做核酸 然后你还得自己带着钱 明白了吧 就是老王的第二个判断 他反而会收费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呢 是一些不愿意掏这笔钱的政府 然后也不想做这个生意的政府啊 这些地方啊 就真的会取消这个关于核酸检测的各种限制 现在我能够确认的是昆山啊 之前应该是前一天还通知大家 两天做一次核酸 全员核酸 然后这个通知下来之后 就是医保基金啊 不再支付核酸检测费用之后 就又通知大家 不要再做了 我们已经取消了 然后杭州呢 还有一部分啊 一部分区啊 是通知这个把48小时核酸变成72个小时了 也就是说不用你隔一天就做一次 或者隔两天做一次了 现在是隔三天四天做一次 我估计咱们可以大胆的做一下推测啊 以后呢 这种情况就是各地的差异化会越来越明显 有的地方呢 是一天做一次 反而会比以前还要平凡 一天一次 反正做一次收你五块钱 收你三块钱 呃 还有一些呢 他会像这个杭州这样 适当的放宽啊 三天五天 甚至一周做一次啊 就不会限制你出行 当然各地的差异化也会导致一些这个出行的困难 是吧啊 这个大家慢慢就习惯了啊 你那个计划经济的时候不也都呃 要去村委会开什么路条吗 是吧 开个证明信 不然你也是顺目难行 那现在就是被捅一下 呃 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 或者比较有趣的思考方向啊 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核酸检测生意啊 来推测 呃 大量的核酸检测生意的公司还没拿到钱 特别是今年啊 这个前三四个月的时候 呃 开展核酸检测业务 刚刚签了核酸承包的一个城市的这种公司 大量的啊 都没拿到钱 哎 你干嘛 会引发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那些大白志愿者 前段时间那不疯抢吗 招一个志愿者 说是每天啊 三五百甚至一两千块钱的这个工钱 哎 都没拿到钱呢 你说后边会发生什么呢 嗯 好玩吧 是不是 就有一种哎呀 越来越热闹起来的感觉 哎 当然不只是这些公司还有大白啊 还有一些工厂 你看吧 中国有句老话叫吃屎都赶不上热乎了 哎 他们刚把这个嘴张开 对吧 刚吃到那口屎还还没等咽下去呢 这口屎在嗓子眼的上不上下不下的时候 没给钱 这笔钱会怎么办呢 哎呀 是不是有点啊 就是老王形容的那个感觉 嗯 这口屎就在嗓子眼的上不上下不下的 哎 哎 所以说是这个一点小小的政策性的东西啊 就能影响一整个的局势 哎 那么我也希望能够看到的啊 是越来越多的城市 不要再捅嗓子了 呃 之后还有一个比较关心的就是疫苗的问题 呃 按照现在这个局势来说啊 如果核酸检测这个产业化被这一纸政令啊 给踢爆了 或者给彻底摧毁了 啊 那么第四针强制的疫苗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就不是不是不来 有可能啊 那比去年的那个还要狠 还要狠啊 每个人必须再来一针 然后啊 结束了 明白了吧 前段时间 中国官媒不是报了一个数字吗 说现在中国的社保基金 呃 社保医保这个基金池里面的钱啊 按照2022年前面一个季度的花销 呃 能花三年半 还能花三年半 要是再加上个疫苗啊 还有这些老人 是吧 这些退休的 哎 这块要是爆了啊 比这个什么农商银行爆雷 比什么P2P爆雷 房地产爆雷 它是一个连锁反应 哗 哎 有一句老话说什么来着 大杀江青 对吧 哎 哗 就到了 哎 我其实更喜欢吴斯老师的那句话啊 脆断 咔嚓一下 哗 没了 哎 好日子要来了 看吧 啊 看戏的时候咱们离远点啊 别见身上血 对吧 哎 那玩意儿洗不掉 嗯 嗯 摘身上的血啊 永远洗不掉 呵呵 这个